南風旗下日出康城第二個項目LP10 驗樓質素比同是LP6出色 只有相當少量的瑕疵 今次的驗樓單位是2B座中層A室 實用面積883呎的三房一套連儲物室 雖然是開放式廚房設計 不過空間其實都足夠間隔出一個耿廚 業主兩夫婦連同兩個小朋友一家四口 加上業主的父母連同工人姐姐一共七個人同住 所以決定由原本買入的LP6小屋換大屋 兩房單位換作三房單位 業主似乎中情南風日出康城系的項目 幸好單位質素甚佳都算對得著業主 嚴樓詩明哥說 單位最大的瑕疵是在於鋪磚 不過主要都是一些外圍的磚塊 如果沒有處理妥當 最嚴重的情況 磚塊有機會掉落引起意外 這個單位最主要的問題都是鋪磚上面 特別是窗邊一些磚 我發現在工人浴室窗邊 有一塊磚的掃口就沒有做到 工人其實黏了貼紙 表示其實都知道了 另外在主人房窗邊 也有三塊空心磚 你看到磚不單是敲下去有空鼓的情況 甚至磚基本上都有一些位置凸起了 擔心窗邊空心磚如果萬一鬆脫 因為對出的位置下面 就是一個二樓的平台 如果磚跌到街其實都比較危險 所以我建議通知發展商進行更換 其餘剩下的都是小量的細碎問題 就好像大門的門中傾斜 大門未能夠自動關合拔封 需要調教門頂氣鼓 還有一些污漬問題 就好像工人浴室洗手盆水龍頭有膠紙未清 露台圍欄有膠紙未清 而且玻璃有污漬等等 這個單位我就檢驗整個單位 做過詳細檢查 其實就發現的問題 主要都是圍繞外圍的 是多些的 即是在單位外 例如窗邊 甚至外牆的渠管 清潔或玻璃方面是多些 室內來說 發現下廁相對比較少 整體質素其實都很理想 這個單位並沒有發現任何漏水 或者滲水的跡象 包括供水排水 我都詳細檢查了 每一個供水管的一些冷水雜濟 以及排水管 基本上都是完全沒有滲水跡象 發展商也都考慮到 大單位可能通常都有小朋友居住 在露台和工作平台的設計上面 都有花費不少心思 其實如果這個工作平台門 是有些很特別的設計 就是安全鎖的設計 情況下如果我想要上鎖的話 這個門必須要門柄向上 我們才能夠上鎖 同樣地如果要解鎖的話 一樣要把門柄推到最高 然後才可以解鎖 萬一家裡有小朋友 如果他不小心 很容易就會打開這個鎖 走出一個平台 或者工作平台 其實相對的危險 這個安全鎖確保 打開之前有一個動作 令鎖更加安全 減低一些家居意外發生 整體來說 最大的扣分項目自然是鋪專 不過其實都只是扣除了大約1分 但門頂氣股需要稍微調教 都輕微扣近1分 加上污漬 油漆等等細碎問題 扣除不夠4分 評分大約96分 是屬於極佳級別 進一步 いきます 轉動 拓誠 想要 轉動 說明 通知 車 內 按 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